画面中这是发生在1946年东京大审判现场的真实一幕 后排甲级战犯大川周明一巴掌拍在前排东条英姬的脑瓜子上 靠装疯卖傻逃脱现场审判 最终他也是被称为精神有问题成为28名战犯中唯一一个当庭释放的人 刚开始进入会场的时候 甲级战犯大川周明就大闹法庭装哭肆意脱掉衣服 并且戏弄前排的东条英姬 这一系列荒唐的行为于是被鉴别为精神有问题最终赶出法庭来 注意看被打的这位就是臭名昭著的南京大屠杀策划者东条英姬 他当年在中国犯下的种种类型让中国人对他恨之路 他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 甲级战犯 九一八事变组织者 七七事变发动者 策划实施30万南京大屠杀缔造者 因独断专行凶狠谈报在关东军中有剃刀将军之称 上述这一系列的罪行累累都是中国人的噩梦 此次东京审判以他为首的28名主要战犯在法庭上受到远东国际法庭的审判 但这些日本人也不甘示唤 他们请了100多头国际律师为他们进行申典 在被问到在中国犯下的罪行时他们也是诡辩丝毫没有意料 谎称自己被冤枉并把一切责任归罪与军令 但最终在种种证据下远东国际军事法律 以发动战争侵略别国反人道最等罪行判主东条英姬矫情 接下来 让我们跟随当年的这段真实影像看看其他几位主要战犯被审判时的样子 土肥原贤二 他是日本清华的头号间谍 因为熟读三国演义《水浒传》 并会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和多种中国方言让他在中国从事间谍工作游刃有语 很多人误以为他就是中国人 因此在中国从事了30多年的特务情报工作让他从未暴露自己的身份 但不可否认的是 从918事变到汪精卫叛国载到很多历史大事件中背后都有他的影子 1945年他被审判时 在法庭上不停地喝水采用一言不发的龟缩战略为自己开脱 但最终在大量的证据下 被远东国际法庭判定为假疾战犯并被判处侥侥 镜头中这是亲自指挥手下在南京肆意屠戮几十万中国百姓的恶魔松井士根 当年 他的恶行在军事法庭上被整理公布出来时 30多万人的性命在日军的屠杀下成为了冷冰冰的数字 注意看他的表情 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让人愤怒至极 但幸好恶人有恶报 并在东京朝鸭刑务处以绞刑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在1946年的这次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之上 最终白鸟女夫 广田红义 板元征四郎等28名战犯有的直接被判处死刑 有的被判处了无期 无论如何 这种结果不足以让我们解困 但也算是告慰了几十万南京百姓的在天之力